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五版二十二集 剑腰疏忽而现 来到了林飞的脚下 拖着他瞬间远离了刚刚的位置 一阵汹涌的力量传来 林飞带着剑腰便再次被撞飞了出去 死里逃生 冷汗频出 林飞活动了一下 虫剧的骨骼 咬牙从空中站稳 在青龙重新扑过来前 脚踩剑腰飞掠而出 通游剑气 在他身前划开一道空间裂缝 却无法飞出多远 只堪堪避过了攻击的正中心 太乙化作神龙 贴上了林飞血迹斑斑的身体 其余五道剑气 护住四周 重新在空中腾跃而起的青龙 剑手不见尾 遍体雷霆滑光闪烁 九天之上 乌云凝聚 天与地 几乎要接在一起 法相 虽然之前便有过猜测 可当青龙真的将自身实力 彻底展现出来的时候 林飞还是头皮一麻 修为达到金丹境界之后 生死玄关一开 寿源大增 一身道法融会贯通 幻化出生死界域 言出法随 万法随身 是真正踏上了追求真仙的道路 而当金丹九转一过 跨越过相隔天地般的鸿沟 凝结法相之时 才是真正的雾透天地之道 与自身之道 金丹之内 便会孕育出法相天地 万千道法随之幻化 威士比着金丹时期的生死界域 强了不知反己 他与修士本身相合 一呼一息 皆是与天地呼应 一举一动 皆有道法运尾流转 生死界域之内 修士言出法随 几乎会立于不败之地 而在法相天地中 万法俱化 可斩灭一切 金丹时期的清灵 哪怕它是金丹九转 生死界域 也许能够将万里之地纳入 却不可能将万千道法 凝聚成眼前这条万丈青龙 林妃心中清楚 那条青龙是青灵修为达到了法相之后 一身道法所展现出来的实质 真是胆大包天哪 此刻的青灵 完全无视了龙骨界的天地规则 强行将自身实力 拔高到了法相之间 仗着墓穴内自成天地 肆无忌惮到了极点 不过 这法相气息一旦暴露在龙骨界 被守护的龙魂感应到 别说青龙王 恐怕连同这片天地 都要被摧毁 林妃一边暗骂 一边寻找机会 从他攻击下逃命 一个命魂圆满的修士 对上法相境界的强者 就好比凡间七岁的小孩 要跟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决斗 不仅毫无胜算 而且极其可笑 青龙从空中几齿而至 汹涌的威压垂下 将四周一切轰塌 尘土飞扬中 林妃身边剑芒射出 昔日剑起 展出一片汹涌的火焰 剑已凌厉 却在腾空的瞬间 被一片狂风压了下来 刹那熄灭 林妃脚踩剑腰 转身撤开 无偿剑起 遮掩她的生机 通幽剑起 划开一片通道 电光石火间 将她从那片绝杀之地带走 飞掠出去 然后一片青雾洒下 如高山青锤 空中的林妃 真实坠落 再次被摔得脑子发晕 青零立在空中 随意地操纵着那条万丈长龙 默然地望着 在自己攻击下 拼命挣扎逃脱的林妃 像是逗弄老鼠的猫 她已经不着急杀掉林妃 她觉得 慢慢地 把她磨死更好 青龙长笑 划过空中 带着滚滚轻雾 与霹雳的雷霆 将四下万丈之地笼罩 一切都在消亡 林妃就像是一叶小舟 竭力在海浪翻天的海啸中挣扎 她被充斥在天地中的距离 不断地卷起甩动 四下狂风如刀子般袭来 巨龙更是一刻不停地轰然落下 巨爪频频袭来 雷霆覆盖四周 甩都甩不动 石面埋伏 处处杀鸡 锋锐的剑芒 时不时地从虚空中斩出 林妃在万千剑光构筑的空间中 狼狈逃窜 每一次都惊险万分 不多时 她就如同血海中捞出来的一样 这根本不是她能够对抗的力量 林妃没有达到金丹 即便提前凝聚出了生死剑狱 但相对于真正的生死剑狱而言 却还是差了一截 而清灵则已经是法相之境 两大境界的差距 让她连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贴着死身的边缘逃窜 而且若非得到了原初金气 此时此刻的林妃 身体都会被打散 青色长龙从空中俯冲而下 林妃眼角余光描道 立刻操纵通幽剑气 破开一道短暂的空间裂缝 急蹿而出 然而 当林妃在此出现的时候 一道黑影 骤然而至 势极力猛 必无可避 郑重林妃的胸前 顿时 血肉绽开 胸腔凹陷了下去 她整个人 被这力道击飞 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林妃艰难地抬头 目光一宁 刚刚将她击飞的黑影 是猙獰剑侠 青灵踏着一团轻物 骤然而至 居高临下地望着地面上的林妃 脸上带着一丝恶意的笑 在青灵的身前 猙獰剑侠与雄星刺剑 浮在空中 胸力风锐的气息 从中展开 随轻物而动 剑锋直指林妃 杀意惊人 区区命魂之境 也敢来跟我动手 不自量力 青灵声音 仿佛进了一层寒霜 微如山月 带着赤裸的杀意 不过 林妃面无表情 只是眼睛却始终 都没有离开过 猙獰剑侠与凶星四剑 青灵微微挑眉 眼睛同样落在了 猙獰剑侠 与凶星四剑之上 脸上浮起一层笑 就用你的法器来杀你吧 反正你也收不回去了 林妃听到这话 低头笑了一声 然后忍着身上的痛 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输出一口气 冷冷笑着 看向青灵 谁说我要把他们收回来了 林妃的话音刚落 青灵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是 已经晚了 一片黑色的雾气 突然出现在两人四周 浓郁而深邃 至阴至寒 力气滔天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竟然将两人的身影 完全遮挡 然后黑雾所过之处 一片凶悍奇鬼的气息 青雾被吞噬 狂风消失 而那条巨大的青龙 则徘徊在黑雾之外 不敢靠近 就好像 地面万里之下的黄泉 突然喷涌而出 明明一丝声音也没有 却好像身处千军万马 厮杀的修罗场 鼻尖是血腥味 耳旁是利吼声 三魂七魄都在颤抖 无数头凶兽在咆哮 然后 莽头虎身 泪声双翼的猙獰巨兽 也突然出现 争獰剑侠与雄星刺剑 嗡嗡作响 似乎是与之呼应 这一切 发生在转瞬之间 青零心中 陡然而起一股冷意 他谋中杀意一浓 冲林飞挥出了拳头 林飞轻笑了一声 然后催动九阴剑符 一股力量从中窜出 瞬间引爆了争獰剑符 几乎是在同时 浮在青零四周的 争獰剑侠与雄星刺剑炸裂 风锐的气息急射而出 却被一片青雾压下 但是 青零却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当初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 争獰剑侠与四道胸剑 青零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一缕印记 如今 争獰剑符爆裂 那片印记便成为了反噬的利刃 胸利的气息 瞬间从他丹田中蹦射 搅碎一切 与法像内的道法 交织在一片 激荡不休 遭逢此变 青零脸色骤然变得苍白 而徘徊在黑雾之外的巨龙 则哀嚎一声 下一瞬间 便碎裂成片片清光 于青雾中流转 旋转地飞入青零体内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